不同於議場內的學生 在場外抗議的學生群眾呢 則是露宿街頭 他們先還發揮起創意 在街頭擺起琳琅滿目的反服貌標語 來暗奉總統馬英九 各校學生代表還設立了大學專區 某一看還以為是大學博覽會 我們向日葵的花瓣的部分 是綻放出來的 那花瓣的部分由民眾的指印來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這朵太陽花才可以綻放出來 就跟我們學運一樣 民眾來參與 民眾的力量團結在一起 這個學運才可以推動 發揮創意的不只他 從近南路到青島東路的每一面牆 到處貼滿反服貌標語 還有總統馬英九畫像大搞CUSO 有人替他畫上露龍 有人把他變成獨裁者希特勒 更不忘酸馬總統幾句 英榮晚載 那個是我真的沒想到 有些標語啦 就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本身也讀設計系 然後就想 果然是設計學生想出來的東西 大花學運延燒至今學生 長期進駐街道 學生也發揮創意 把街道變成另類藝術村 還有人直接買了新鮮的太陽花 和香蕉擺在立院場外 引來民眾拍照圍觀 我進來的時候覺得就很會心的一笑 因為他是這個給我們的感覺 說一個政治人物 他竟然是連這個東西都分不清楚 除此之外 由於從330後人潮不如以往 場外空地變多又加上天氣多變 學生乾脆搭起一個個帳篷 每個學校都設立專區擺起桌子 就好像來到了大學博覽會 會引起大家的共鳴 大家會看了也會想說有這個共識 學運來到第19天 學生在街頭大上民主課 也花點巧思 更讓嚴肅的立院場外 增添了一點不同的街頭風景 UDN TV 太多人五星輪台北報導 好